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个条件 中国央行开始直接购入国债 无论它是从一级市场买入还是二级市场买入 又或者是基于其他任何目的 只要中国央行直接购入国债 条件就可以达成 这是因为中国央行在中国权力体系中的地位非常低 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部门 央行行长的地位 甚至远远比不上财政部税政司司长 两个人见面 央行行长必须在司长大人到达现场前五分钟就开始鞠躬 脸必须平静于地面 两腿合拢 两手必须紧贴枯缝 保持五分钟 闻死不动 这样 司长大人才会开恩 允许央行行长抬起头说话 就这样的政治地位 央行连找财政部还钱的话都说不出口 因此近三十年来 央行一直以来谨守的底线就是 不主动买入国债 而这条底线的出现 恰恰是1980年代末期延续到90年代的通胀潮 留给中国央行的最大教训 1980年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 财政没有钱 于是就滥发国债 其中一大半直接由央行认购 央行因此凭空印出钱来 给财政去花 就这么印到1992年 引发了红色中国建政以来 最惨烈的通胀潮 一直持续到1996年 官方的年通胀数据 最高达到了24.1% 接下来就是企业破产潮 5000万工人下岗 失业的老公骑着单车送老婆去卖饮 自己就蹲在门口抽烟 如果不是2001年 当时的中国政府 做出了上百项承诺 加入世贸 迎来了全球基础制造业 向中国转移 中国早就应该完蛋了 现在大概就是叙利亚 军阀林立遍地封烟 所有的城市都是一片废墟 在这番惨痛的教训之后 当时的央行与财政部之间达成默契 第一 央行不再买入国债 无论是从一级市场 还是二级市场 央行都不买 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债市场 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 全都是央国企在买 一级和二级根本就没有区别 第二 央行手头还持有的国债 到期之后 财政部一定要还 央行也不会续买 也就是央行手头的国债存量 只能减不能增 甚至都不能持平 央行根本就没有国债 续做这种说法 国债到期 你财政部就要还 还完之后 央行平账 就这么简单明了 这才是确保 中国不会再次掉入 无毛印钞深渊的唯一办法 这种墨迹多年来 只有一次例外 2007年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威逼之下 央行买入了1.35万亿的特别国债 以支持当时的4万亿投资计划 对这次例外 大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批评 因为当时的金融海啸 实在是来势汹汹 太吓人了 欧美的大银行一家家的倒闭 无数的企业实体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所以中国央行违反一次默契 就买入这么一次 也情有可原 在之后 中国央行就谨守默契 不再买入国债 央行手里持有的国债到期了 财政部也按照默契 老老实实的还给央行 2007年底 中国央行持有的国债余额是1.63万亿 到2024年7月底下降到1.52万亿 减少了1100亿 这1100亿就是财政部陆续还给央行的钱 我再强调一次两条规则 第一 央行不可买入国债 无论是从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不可买入 第二 央行持有的国债到期 财政部必须还钱给央行 这两条规则就是天条 绝对不可以违反 只要违反了这两条 就是无毛引钞 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好吧 到今年 中国政府在财政上已经无法维持了 税收收入剧烈下降 叠加土地市场崩盘 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始显著下降 截至7月底 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了5.3% 为了维持财政平衡 政府每个月发债规模都是与日俱增 截至7月底 国债和地方债券合起来发了10.95万亿 平均每个月要发1.56万亿 金融市场现在根本就承受不起如此庞大的国债发行量 股市每个月都要被抽走4000亿左右的钱 被抽得狼狈不堪 所以股市一天天的跌得不堪入目 与此同时 外部环境还在显著恶化 与欧美的关系日益紧张 外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撤出中国 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出规模 又达到了负的148亿 注意 这是一个负值 这里的外商直接投资 指的是外商投资到企业实体里 开厂办公司的投资 而不是金融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为负值 说明大量的外资企业正在关门跑路 最近的新闻 就是阿比安关闭中国研发部 上千人直接失业 裁员会议只开了三分钟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事实上就只剩下最后的选择 无毛印钞 凭空印钱 这件事我从去年底开始说 并且直接给出了实现 就在一年之内 中国政府一定就熬不住了 中国央行必然会打破前面的两条规则 开启无毛印钞之路 于是就在7月1日 央行正式宣布 它将会介入国债市场 直接购买国债 这就已经打破了第一条规则 有了第一步 就一定会有第二步 并且一定不会隔得太久 于是8月29日 也就是昨天央行在2007年买入的国债里 有4000亿到期 这一次财政部是真的不想还了 财政部耍流氓 中国央行根本对抗不了 于是 央行买入了4000亿长期国债 替换了已经到期的国债 搞立把所谓的债务续作 财政部因此一毛钱都不需要还给央行 在此 两条规则被全部打破 从此之后 央行可以随意买入国债 财政部也不需要再还 无毛印钞时代 自此正式降临中国 回想起来 近十年来 我的所有预言全部都兑现了 从地产泡沫的坍塌 到打压民企 钳制沿路 与欧美决裂 地方政府债务风暴 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 轰然破灭 到了现在 我做出的无毛印钞的预言 甚至可以精准到月份 他妈的 有一种为何在着视如此清醒的荒谬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来说 文字幕后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来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有个人上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